音音屋主家中人口数简单 于家宏生计师在课边的时候 规划了两间卧房 以及开放式的公共空间 每次看到Alan的空间 我都要说 假如今天大家都不要告诉我 这是你做的空间 把火光带进来 我应该八九不离十可以猜到是你 因为我觉得你设计的空间 你个人的辨识度还蛮高的 因为我有一些 我习惯的比例的抓法 或者材质的搭配 所以说我的空间 就算是有各种不同的 屋主需求跟表情 可是我们都可以把空间的创意 跟他的质感做到是一个很棒的 你知道吗 因为我刚听你聊到 今天屋主找你 但是是屋主的小孩 强烈建议爸爸妈妈 要去看这个房子 对不对 没有错 因为就是这个屋主的一个小男生 他很喜欢看这个设计节目 几岁几岁 大概可能青少年 大概十五十六岁 高中生 高中生都喜欢看我们节目了 对 像我们的作品 呈现在幸福空间里面 他就很经常在看 他后来刚好家里要买房子 强烈的一定建议爸爸妈妈 一定要找我们 至少跟我们谈一下 对 后来我们谈过之后 也是很符合屋主的需求 于家用设计师 竟然连这个年轻人的心 都可以说买进来了 最近很多 像有儿子啊女儿啦 或者全家人的都有 都从我们一票 恭喜恭喜 好那这个房子我知道 因为我刚进来逛了一圈 我觉得在格局上面 几乎没有可以挑剔的地方 因为听说是从 可能课便开始就跟你合作了 对 屋主当初在做课便的时候 他就请我们先帮他做 整个房子的格局规划 所以我们的格局规划 层是一个两个房间 那一个可能是一个 比较开放式的书房 跟整个开放式的空间的一个格局 他们的人口数 这样看起来蛮简单的 对 他就是这个夫妻 跟一个男孩这样 OK 那这样子的空间当中 我听说你第一次提报的时候 他们会对你用的一些建材 会小小的担心 你提报了哪些建材 我可能提报一些像我们常用的铁件 或者是一些比较深色的木皮 屋主比较担心就是说颜色太深的话 会不会空间有一点压迫感 可是那个时候我跟屋主提到就是说 这个空间的质感如果说是有一个 黑白跟对比出来的话 它的这个层次跟它的这个 可能空间的质感会再更好 那我们那个时候的设计 比如说这个餐厅空间是比较深一点 可是我们厨房就让它是整个白的 明亮的 它的呼应性就真的是很棒 而且空间的这个立体感跟层次感 都会很出来 OK 那我想今天呢 我们就再一次来鉴赏一下 Alan对这个房子 你所用的这种深色木皮 跟浅色明亮空间 对比一下会有什么样的效果 Alan刚好说 当初你建议物质用比较深色的木皮 还用一些铁剑的时候 它其实有点小小的担心 对 可是进来的效果我觉得 如果今天这个空间 你们要用深色跟浅色去做空间对比的话 你的Fu就出不来了 对 因为我们希望进来的感觉是一个比较沉稳 可是我觉得是有一点点比例的一个内敛的效果 所以我们就是用深色木皮为它的背景 可是我们主要的墙面是用这个集层木皮来跳 对 像集层木皮的这个木的颜色会更跳得出来 我看了一下 因为它其实进来这个端井的面 很像宽幅蛮宽的 可是我觉得你的材质比例调得很好 所以它看起来还是瘦高的 对 没有错 因为我们除了这个集层木皮的这个大面之外 我旁边缩了一个比较小段的这个镜面 小段镜面可以让这个空间的趣味性 跟它的设计的比例会更有变化 那我下面就是做一个很精致的这种不锈钢的台面 我觉得都是木的温馨的情况下 有一个很金属很比较特别的质感 我觉得反而让空间有一个亮点 比较有加分效果 那我们的木皮又转折到后面的白色的厨具的柜体 我觉得它的这种深浅呼应又可以出来 所以格局早点给设计师规划有这种好处 对 我觉得整个规划起来的完整性就很高 好 那进门我往右手边一开它整个这个木皮的墙面 事实上你还藏了一个蛮大的储藏空间 对 现在还蛮流行就是说用储藏室来当做衣帽间 或者是说当做它有挂衣服 有挂雨伞 有挂外套 然后也可以放很多鞋子 而且可以一目了然 它已经整合起来变成一个储藏空间了 是啊 没有错 其实比较深色的木皮包含的区块 可能刚刚我们说过的玄关区 然后可能一个储藏室 延伸过来就会是这个地方 这一块空间是你刚刚说过儿子的琴房吗 对 他可能会在这边弹钢琴 我们就是预留跟钢琴符合的尺寸下来 那我觉得这边有一个很大的重点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客厅看过来的这个面 我们做了一个端颈的一个墙面 那我们的这个端颈墙面的它主要就是说 我们希望有黑色的木皮 中间要搭配一个很精致的材质 我们是用这种不锈钢的这种毛丝面 那光线照下来的这种质感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它的特色 那我们也特别去英哥找这种铁键的这种记作 它的上面的这个质感是很像这种锈石的感觉 对 所以它跟这个精致的这种不锈钢毛丝面来搭的话 它也会有不一样的呼应性出来 那我们就是有很多设计的细节 不知道倩妮有没有发现 像我们的一些木头的转折面 有时候我们不会让木头就直接转过来 我们可能会加一个像茶色玻璃 那我觉得它的看起来的效果就会更有它的一个变化 所以可能弹钢琴往另外一边看过去的时候 不是那么的封闭 不是那么封闭在一个角落里面 OK 接着我们要来到客厅 今天客厅空间当中 我知道所有的软件跟家具 其实是Alan跟WuJu 大部分是把它们一起挑的对不对 对没有错 因为我还蛮注重软件 因为我觉得软件很多是一个精神跟质感的象征 所以我都会亲自帮客户去挑选 比如说像重点式的沙发跟茶几 怎么样去搭配会最好 那我也会评估说我们空间的整个色调 比如说像客厅是比较白的感觉 我觉得可以多搭一点点木头的家具的质感进来 整个空间的这种休闲感跟自然的感觉会更好 我蛮喜欢建这套沙发的 因为灰色系的东西可以用皮质的质感来表现 像这样子有质感的沙发 其实一般比较少见 而且我们这个灰是特别去挑这种 有一点点带暖色系的灰 灰的种类非常多 所以我们连这种很细节的颜色都非常的要求 好那其实我在到客厅这个地方 还有像书房这样连结的一个空间 我最大的感受是说 你空间的明跟暗非常清楚 刚刚可能从玄关进来那一区是比较沉 人物比较深色 到这边就豁然开朗 它就是一个大然后明亮的空间 对我很注重客厅的感觉 因为我觉得客厅是全家人凝聚的象征 所以说我客厅的空间感一定要是很舒服 如果说可以把它做放大 或者有一些空间的借景 可以借到另外一个空间 让空间感又可以加分 我觉得一个是层次感会很漂亮 再来就是说我觉得这个空间 是有一个主题性的画面 像这次的电视主墙 其实跟书房就是互相借景放大 对 我们的主墙是用这种木头的集成木 来当做主要的电视墙面 可是我的特色在两边的食材 我这两边的食材是用雅典娜的复古面 我相信倩云应该很少看到这种食材 真的很少看到 因为它上面有那种军列的纹路好美 对 一个是我觉得颜色的设系上 我们会挑这个大理石 是不是跟我们里面是可以融合 再来就是它的质感真的是像刚刚倩云讲的 表面是一个很有立体度 所以我觉得整个搭起来的话 其实我觉得空间的质感跟大气效果就会出来 我觉得你机柜的位置的摆法 也蛮出乎我意料 我一直以为你会把它放在可能 就是电视主墙直接正下方 可是你是用一个空间穿透的隔间的部分 来摆它机柜 这个位置很好 对 因为其实我觉得最好的比例 还是让这个电视的台面尽量低一点 我觉得那个比例跟电视看起来的 纯粹度会比较好 所以我们这场因为刚好旁边有做一个 电高的卧榨区域 是在书房的里面 所以说我们可以利用这个 电高的卧榨区的下方 刚好可以藏机柜 也是一个蛮巧妙的一个安排 好可是你要做客厅啊 然后看这个电视 我除了看完电视之外 我觉得我整个空间视觉的延伸效果 真的是一路到你书房的底段 对 这个也是我们当初对这个空间 我们希望表现的 就是说空间的层次感 真的是有它的区域性可是还是可以看得到 以我的表现方法 我很希望说材质有它的呼应性 所以比如说我们的客厅的墙壁 其实可以跟后面的书房的主要墙面 是可以一体的 我觉得空间看起来 一个是整体感一定会好 那再来就是说 我们利用书房的那个 食材的上面有做了一个间接灯光 把这个整个食材的这个颜色 整个晕染下来 那这个效果真的是 我们后来给屋主看到也屋主非常惊艳 而且我觉得后面的墙壁很重要的一点是 客厅还是看得到它 所以会变成客厅的一个主墙 当然最后我想跟你聊一下 关于你后面这间书房 我觉得你这次在隔间的线条上 也是尽量可以简单 尽量量清跟少 就尽量把它做到最少了 对没有错 我们除了就是说刚刚讲的这个质感的部分之外 我们的收纳也是做的还蛮充足的 真的吗 对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雅典娜的食材的两边 我们都做了这种按柜 看起来它像是一个深色木皮区 把这个雅典娜的感觉跳得出来 对 可是实际上它有一个收纳的功能在 以往我们可能在电视主场的左右两边的收纳柜体 这次被你把它往后延伸 我拉到书房的空间 但是功能一样还是存在 对没有错 我还记得我刚进来跟你聊天的时候 我说今天的空间格局几乎没有的挑 因为在课边的时候我们就重新做规划了 我特别喜欢可能就是你在像是客厅跟餐厅之间 你用格栅的概念来去做空间区隔 因为我们这个铁键的这种格栅是有几个功能 第一个功能就是说我希望大家从玄关进来的时候 不要就是说第一眼看到餐厅的感觉这么明显 所以它有点格栅的这种半穿透的区隔 那再来就是说我也希望餐厅这边 有一个这个方向的主题画面 是一个这种有很多线条 那有这种铁键的精致感 而且这个铁键格栅 它正面看就是一个很规律的 可是你弯一个角度看 它是有一个前后的这种落差 这样子的对不对 对啊没有错 所以我觉得这种铁键是一个可以做到很细腻的变化 而且我们有一个投射灯会去打这一个光影 把这个光影的感觉跟铁键的这种线条打在地板上 相当漂亮 OK好那现在我们进来的这一块空间 应该就算是餐厨区的整合了 对我们的这个空间的感觉 我希望它是以深色系为主 可是我觉得深色系的感觉不是让空间压缩 而是我希望带到的是白色的感觉 让它更跳得出来 比如说我们的后面的空间也是在餐厅的后面的这一端 是一个很大的厨房区 对 我们就连包括它的厨具 台面跟墙壁的白色烤漆玻璃 全部都是用白色的 那这样的感觉一个是它的这种主题性 白色的感觉更跳得出来 那而且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空间 这个面有一个整个灰的镜面 也可以让空间感觉放大之外 我们看过去也是可以看到白色的厨房 对 对 但感觉其实就不会很暗了 我觉得就是深浅你的拿捏是非常厉害的 是 其实这边动线也还蛮多的 门片的部分 其实我们这边有很多像两个房间门 跟一个卫浴门 所以这边有三个房间门的这种动线 我们那个时候感觉这边的房间门 看起来会有一点点杂乱 因为有门框也有门 所以我们就全部用这种暗门的方式来去做 一个是我觉得它有一个这个整体感的一个搭配 再来就是说我觉得看起来就是很干干净净 那我们再了解更实用一点的好了 格局因为是重新规划 所以我知道你在这个房子当中 除了我们在玄关面看到了一个 可能衣帽间储藏空间 往厨房这个地方还有一个耶 对 我们的希望它除了空间漂亮之外 我们收纳也是相当注重 我觉得一种比较大型收纳 就有一个后面的一个储藏空间可以放 OK 所以格局重新规划的好处是 你家里如果可以的话 可以有分分别类两个储藏式的收纳空间 对没有错 接着我们来看到主卧室的设计 我也喜欢你主卧室的动线 对 我们主卧室一进来 我希望看到的是一个 也是一个漂亮的画面 所以我们有一个端井墙 是门的对面一看就会先看到的 我们的端井故意是让它有一点点偏一边 让它比例是一个很漂亮的 我们也是用这种不锈钢的毛丝面来处理 那我们的这个幼木的这个集成木皮 我们除了这种端井的墙面之外 我让它一直延伸到这个主卧的床头对面的这道主墙 我觉得就是让房间里面有一个比较休闲感觉的这个木丑的色调 也可以当作它的一个中心的一个焦点 我故意让旁边有一个玻璃的这个透空区 这种概念跟我们的外面客厅区的这个像电视的隔屏 有一个玻璃面 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个短墙 旁边有一个小玻璃面 钢琴区 对不对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空间的细致度 可以让它有一点点小变化 那这种小变化的话 通常也会变成一个细腻度的一个焦点 而且我觉得我旁边设计这种玻璃的造型的话 一个是我们可以让这个主墙更独立出来 平常时间在那个书桌区跟化妆区 它也有一点点可以看到这边来的一个区位性在 嗯嗯嗯 ok 这种就是我常常在说你的转角处的小细节 对 好刚才看了一下电应市区 其实它的收纳已经够了对不对 对我们电应市区有一个比较特别 就是说我们除了旁边都是用白色的这个 这个衣柜门片之外 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镜面的一个门片 它除了当门片之外 它也可以当做一个全身镜来造 全身镜 里面也都是它可以放东西的空间了 对 所以这个房子里面 如果是就这边是收纳了吗 还有别的地方可以做吗 有 还有哪里 特别是在这个床头的一个后方 整排的全部都是做收纳 它看起来像一面墙耶 对 我们会这样子做的一个原因就是说 因为上面刚好有一支很大的梁 那一般我们在风雪上来说 也不会去床头上面有刚好压到梁 所以说我们刚好就是利用梁的位置把它退出来 那前面就是当做放床的位置 那后面就整排做一个很实用的一个收纳柜 我们是用一个技巧 我做了四片拉门 可是这四片拉门 左右两边的拉门是做白的 白的感觉就是说我希望看起来不像柜子 对一体的形式来呈现 对 我觉得这个是我还蛮喜欢的一个做法 OK 在今天节目当中 Alan说过 屋主一家人在寻找设计师之初 是由屋主的儿子强力推荐Alan 为他们的家来做超刀设计 在过程中的讨论接触 屋主一再被Alan独特的空间气质所吸引 完工后也送了一份贺礼还有卡片给Alan 屋主说 一纸佛首是他对Alan的肯定与感谢 谢谢你和你的团队 以超乎预期的服务品质实现我对新家的梦想 祝福你和你的团队成员顺心如意 我想这简短的小卡片是鼓励Alan 继续创造空间魔法的动力 也是身为设计师莫大的成就与荣誉感哦